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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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面談中間道路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主張 打了喇叭提出來的 其實在他藏人中間也有很多看法 也有人堅持領帶藏人的地 但是打了喇叭一直堅持這個觀點 這觀點我問我也是具有高度政治制度 提出來以後 在國際上產生強烈的反省 其實中共這方面也是非常重視這一個主張的 據說有多次談判 但是都沒有什麼揭穫 所以我想請 首先請郭德沙希先生 一個介紹一下中間道路 那個中間道路我們剛剛也談到了 但是我們對於中國人 對於年輕人的談中間道路的時候 我通常在講 談中間所必須要的了解 那一邊是西藏歷史上 西藏歷史上就是不利益的國家 這個要不爭取 那另外一邊就是現在西藏的現況 我們也沒辦法去接受 所以在這個基礎上 我們談比較近年 最新的話 從2002年開始到2010年 達賴喇嘛代表跟中央政府代表 進行逼供有九次結談 那九次結談裡面 談的沒有任何關於達賴喇嘛的問題 都是談藏民族的問題 都是談西藏未來的問題 那有一次談判 七字還是八字啥 中央政府提出 你們講的資料 到底需要有什麼樣的資料 這是我們已經有充分的準備 遞交了 我們把它稱之為 全體西藏人民獲得名副歧史自治的意見書 但是中央政府把它縮減為備忘錄 所以備忘錄跟自治的意見書 其實內容是一樣的 那這支意見書提出之後 它看了之後 再一次去尊者代表的時候 它有很多疑慮 這支意見書裡面 有很多疑慮之後 我們再一次遞交了七點產式 就是你提出那些疑慮上 我可以做一些解釋 七點產式 但是我剛剛講過 我沒有獲得十字型的解釋 它把它用幾個詞 獨立 半獨立 變相獨立 國中制服 反駁了中間導入 但是在2002年到2010年 接談過程當中 雖然接談 但是主要卡在哪裡 這很多人也許可能不了解 主要是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說 當時除了遞交這些資料之外 也提出了我們的代表 提出了很多可以操作寫意 比如說 法樂老媽朝上 文殊菩薩的聖地 武台山 就是他從50年代開始 一直有這個意願 但是他朝上 我們可以一些教育上一起教育 北京一直要求達樂老媽 首先必須要承認西藏歷史的重要 既然接談的話 我方必須要有一個回憶 書面的 可托 那個時候我方的回憶是 達樂老媽身為移民出家皮球 身為移民出家人 不能偽奏歷史 歷史就是歷史 過去 所以西藏歷史上 不是中國移民 所以達樂老媽沒有辦法承認 西藏歷史上中國移民 這是我們的無意 這是我們所強調的 就是一致不變的原則 但是中間道路裡面 它的內容裡面就是說 國防外族繼續有中央政府 其他的文化 旅遊繼續有信 那個時候我剛剛講的幾句話 他回憶 所以這就是到目前為止 為什麼沒有取得這個記者 所以有人 我們在藏論裡面 有人說這個政策是失敗的 但是我個人認為政策是失敗的 如果三周五就講過一句話 如果北京現在的那個 有意願解決 解決西藏文化的政治意願 一周內可以解決西藏文化 但是他一直就被回憶 一直故意製造一些事態 因為這不是事實 他說西藏沒有問題 西藏不存在問題 但是我幫他回憶說 如果西藏沒有問題 1959年3月10號 那個康保已鎮壓 17年之後 也就是改革開放之後 1987年9月27號 10月1號 88年89年 一直有延續不斷的抗議世界 那個時候的抗議世界 只圍繞在拉薩地區 89年 戒嚴多數 戒嚴一年 當時胡錦濤是自去當委書記 戒嚴另簽字的就是李邦 那個時候開始 他說西藏17年問題 其實西藏並沒有問題 那89年事件發生 六四事件發生之後 整個局勢都沒有 然後1990年開始 在西藏17年 所謂的愛國人的教育 90年 然後2003年 然後2009年 2008年 發生3月時間 那個東共把它稱之為314 這裡面有很多很深的意義 3月10號2點半開始 在拉薩發生抗議世界 3月10、11、12、13 如果四天 你把它平起下來 按照他們的口律來說 你可以完全照 但四天沒人管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在北京正在海面會 14號的凌晨 張姓李 他由西藏去送北京回來 把他定性為314事件 3月14號的聯盟 也開始開箱 314事件 是打砸搶燒 當初有殺 或者殺拿掉 打砸搶燒世界 當時殺死很多人 然後當時的08年事件 漫延到全藏 幾乎除了雲南藏族 或者州之外 所有四省議區 發生了他的激 所以打砸搶 跟藏外行政不一樣方面 還是那個政策 就是希望能夠以中間道路 來解決行動 後來2011年 在凌亡社會裡面 發生了重大的打砸搶 把政治權力移交給人民選出來的四省 但四省為什麼獲得高效能力 主要四省的救濟元素下面就是安逸 因為強調了中間道路 才獲得高效能力 所以這一點就表明 在打砸搶的領導下 到目前為止 百分之六十四點七的人 還是遵循中間 所以我們把它程度裡 都會通過三省 就是這樣 那如果我們就談到 西藏文明這樣延續下去 達砸喇嘛在淋網中園起 那這個在西藏人的心裡 已經製造了很大的創生 期待就沒有了 所以我一直擔心如果有聲致念 西藏文明不能夠解決 今後會有什麼東西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我是一直在呼籲和要求我們漢人 透過各國的研究和了解 多傳遞 達砸喇嘛 到底有一個分裂 所以現在中央就是達砸喇嘛 就是分裂的頭目 那有時候說他們 達砸喇嘛必須要轉身 必須要有十五十達砸喇嘛 那如果一個分裂的頭目 你還要轉身呢 他一直在想 所以有一次啊 那個德國媒體 有一個錯誤的報導 就是說 達砸喇嘛說 將不會有十五十達砸 那個時候朱衛群呢 中央統戰部常務付出 那個我都不知道 他說一定需要轉身 所以轉身問題 是唯有達砸喇嘛 能夠決定這個轉身 其他人誰也不能夠決定 現在達砸喇嘛轉身問題 並不是西藏自己的問題 他是牽涉到所有喜馬拉雅一代 所有信仰喇嘛活著 所以轉身問題 談到說 各位可能有注意到 那個2011年 就是《達砸喇嘛》 就《達砸喇嘛》 關於西藏的 有這麼一點的書 最近把那個 那個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 把它 故意把它編成一個小冊 內容全部一樣 做內部常務 但是後面 他有一些很多注視 所以轉身問題 這我們可能等一下 有其他東西再配 但是我觀察起來就是說 中間道路政策 到目前為止 只要有北京朋友 有善意的回憶 藏來西藏中 隨時都可以分辨他 好 非常感謝 多謝松 達砸喇西先生 丁毅先生 您關於 這個西藏的 中間道路 我也聽到很多 這個說法 尤其是來自於藏人 年輕的 他們就說 達砸喇嘛 達砸喇嘛 提出中間道路 已經 那麼長時間了 二三十年了 然後 但是呢 中國政府一點 不肯讓步 不肯接受這個 中間道路 可見中間道路方案 沒有 Walk 那麼 這是來自一方的批評 同時呢 漢人裡面也有一些 就是 在中國的立場上 就是說 我們中國不讓步 現在也沒辦法 你不論你是要 你也辦 你要中間道路也辦 你沒信 因為這個體量擺在哪 如果按人口比例算的話 半的藏人 加九十九個半漢人 這是這樣的一個比例 所以這個比例 你無論你要來文的也辦 武的也辦 反正你沒信 那麼也就是說 意思就是 只能照著現在的這個現狀下去 而現在的這個現狀呢 你說 藏人的狀況很困難 漢人的狀況難道就好嗎 漢人的狀況其實也很糟糕 那麼 所以 就 大家都 一句名言 就是提到了 劉曉波所說的 如果 漢人沒有民主 藏人就得不到自由 也就是說 大家都要想 看來是只能等 只能等到中國民主化了 等到民主化了中國 那九十九個半的民主的 漢人就能夠給那半的藏人 以他們所要的自由了 但是我的想法是 倒過來 因為從現在的政治發展狀況來看 如果我們把藏人也算在中國人裡面的話 那麼在中國人裡面 政治發展現在狀況最好的 我先不說台灣 台灣人 暫時不說 就算是 藏人和漢人相比較裡面 政治發展狀況最好的 實際上是流亡藏人 流亡藏人用自己的改革和真正的 和國際先進社會 接軌了 流亡藏人自己搞民主選舉 這幾任民主選舉搞得非常好 流亡藏人內部的言論自由 結社自由 流亡藏人的從小學教育開始 就接受先進的民主理念 這些東西都搞得很好 那麼如果說將來要走向民主道路的話 我可以說西藏問題 很有可能是中國民主化時代的動力 是走在中國民主化前面的 也就是說很有可能是西藏先得到了自由 中國才有可能民主化 很有可能是這樣倒過來的 這種情況我們也可以看看 比如說台灣走向民主化的過程當中 我們大家都知道 台灣走向民主化的一個重要動力 是他們所謂的黨外運動 也就是很多人都批評的台獨運動 台獨運動實際上成了台灣走向民主化的一個動力 一個火車道路 我們也可以看蘇聯集團 所謂蘇東郭這個民主化的過程當中 真正走在前面的 是波羅的海三個小加盟共和國 和中亞三個小加盟共和國 他們提出來 因為他們在文化上和俄羅斯大的 蘇聯的主要那一塊 他們在文化上差距最大 他們被蘇聯吞併的時間最晚 所以他們的民眾的文化上的記憶 他們的獨立記憶最深而且最完整 所以一旦條件合適 是首先由他們提出來他們要獨立 而且堅定的要獨立 最後是導致了說東郭說垮就垮 沒有一個是男兒 確實沒有一個男兒 因為什麼呢 因為最終導致蘇聯垮的是 伊利謙宣布俄羅斯不改 俄羅斯我們獨立了 我們也不要蘇聯了 因為所有的人都看到 蘇聯時代那種對 就是小的加盟共和國 對那些所謂少數民族的那種壓制 是多麼的不合理 多麼的沒有道理 所以不是說沒有一人是男兒 而是說沒有一個人在供守原來的那種 那種殘酷的落後的野蠻的恐懼方式 這個你可以看出 在蘇聯就很明顯的是少數 幾個少數少數民族的這個小的加盟共和國 他們的獨立訴求造成了蘇聯整個蘇東集團的民主化 他們是我的側套 同樣的我認為很有可能未來的中國走向民主化 西藏問題很有可能成為一個一個動力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實際上用長遠來看的話 如果我站在中國政府的立場上 就像延安君所說的 我們如果要看中國政府建言的話 那麼就是希望他們看得長遠一點 現在這個機會 所以張民族在尊責的待遇下 是能夠高度一致的走中間道路的 而中間道路不僅對藏人是好的 對漢人也是好的 而且這個機會正在漸漸的失去 時間是有限的 所以這是我想我們希望 中國人上上下下早一點看到這個事實 這個歷史趨勢 未來不一定掌握在任何一個人的手裡 但是歷史的趨勢這個大勢是棒的 我們是自由主義學派 我們是自由主義學派 我一講一講 他把自由放在那裡做前任 我還到前面來 你談這個 中間道路是從政治生命來 去談你的政治家 做學問 我幫你們去再做 講一步 你剛才沒有時間展開的 因為我講零九人 我跟那個上東女佛切 就找個底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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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感受很深 就是他 他應該是屬於自由主義的得到高手 因為他在談這個中間道路之後 他很明確 就說當從藏人角度 我講他在民族構建他的歷史人員這樣講 他要實行這個 民族自覺要求獨立 他在拼盡第一 就是民族自覺 在國際的法庭底下 在任何地方他都會用這個東西的自己來發 但是他為什麼他們最後 他們自己為什麼決定發棄這個獨立的俗情 他的概念是從自由和人道德度來 他們這個事實 如果他們作為一個藏人的領導者 提這個俗求 接下來要面對對政治家 要面對的現實 就是要留學 就是在現在這種方向底下 你如果是要應要這個民族自覺 這個權利是你的right 你是有這個right 你是要它 但是這個民族自覺這個right 跟這個自由 個人自由權 它是兩個不同神命 不同等級的right 如果是你個人自由權 我的宗教信仰自由 我的結社自由 這個是永遠不能讓渡的 但是民族自覺這個right 它的實現是必須有條件的 它不是任何時候都會實現的 如果你強硬地要去要它 那你就要挑戰爭 有武裝抗爭 所以他們當時有這個很深的人道 就是佛家慈悲 和對個人人道尊嚴 生命尊嚴的一個一個 背後的一個哲學幾乎 就是不能要這個獨立 所以要使掉很多藏族的英雄能力 要去面對這麼一個 目前還沒有結論 政權和民眾 所以它背後 除了這個政治神面的考慮之外 它有這個背後的這個哲學的資深 所以是除了我講 這個得到高尚 自由主義得到高尚 很有社會的一種想法 因為它有這麼一個哲學 宗教情懷在背後做資深 它這個在世界上 你看全世界上 那麼多人接納 接到哪 它是從這個意義上 把它當成一個精神領袖 你說這個精神領袖 也被到政治神面 它這個政治社會 就是想用這個和平商談 我們講的這個九四商談 用這個和平對話的方式 來具體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在推行過程中 為什麼在政治上 那也是這麼多難題 有時候是 你剛才講到這個社會 是不同觀點提出來 其實這個政治方向裡頭 目前美睫 就是我們講一個族群 充分的自治 這是一個性政的概念 這是一個性政的概念 就是在一個性政民主方向裡頭 它才會去尊重個體 或者是社群的民族歧視的自治 就是一個專制 就是黨國集團專制底下 它容不下 它沒有辦法安置 這麼一個 從制度層面 它沒有辦法安置一個社區 或者一群人 充分的自治 這個 autonomy 它本身是跟這個 這個性政民主制度 它是有關的領域 但是在我們底下 即使說 現在得不到 就是 之不合我要為基 就是作為一個 一個訴求 我不談這個政治上的不利訴求 但是我談 我就做一個人傳訴求 做一個族群的 生存的訴求 所以這個可以得到 越來越多人的知識 包括我所接觸的漢人 如果這個中間道路 這麼多年 它會跟 特別是你所代表的 就是要跟漢人的交往 現在那種交往 現在在逐漸的 在漢人心目中 接納這種訴求的人 是越來越多 特別在海外化的人 如果它有這個信息的溝通 所以從這個意向講 這個地道道路是很成功的 即使它的終極的那種目標 就因為現在這個政治大方家 它放不下 無法安置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實現 但是在它從提出來 你就講六星大家好 所以八星大家好 它開始它的生活是很大 就是對傳職業的世人 可以了解漢人的文化 這個佛教文化也好 就是漢人本身的民主自由 建設也好 還有去消磨 漢漢兩族之間的這種隔閡也好 它是寫得很大很大爽見 好 李向銘 好 李向銘 好 李向銘 我想這樣 您談中間道路 從您政治學的角度 同時我也想聽聽您對轉次的看法 因為您認為要轉次的研究 對 因為如果我們要談中間道路 我們要理解它的價值 理解它的重要性 而且是目前從時間角度來看 確實是非常關鍵的 那麼這裡面和達拉喇嘛 她的過去將近有六十多年 其實在流亡之前 達拉喇嘛就有很多的變化 所以我覺得從她的領導 就是領袖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我們應該有 對她有更清醒的證據認識 另外看到她目前在討論的 就是轉世問題 這兩部分就是我們把它結合在一起 對 中間道路的緊迫性 我覺得應該比較好的認識 其實因為我對達拉喇嘛 就是現在已經是十年的交往 而且也見過達拉喇嘛十幾次了 那麼我的一個感覺就是 我寫過一篇文章 達拉喇嘛真的是 站在喜馬拉雅山上的尾門 因為這裡面你可以看到 中國政府人在的妖魔化達拉喇嘛 就覺得它是一個非常落後 好像保守這樣的 首先達拉喇嘛 絕不落後 絕不保守 是我見到的那個 或者達拉喇嘛是一個學者 是一個教育家 是一個自由派 是一個現代化主義者 是一個女權主義者 那麼就是說你隨便用什麼名詞 來定位達拉喇嘛 他當然覺得這個保守 這是第一個 而且達拉喇嘛 你說它的那個改革 其實我們也看到 十三次達拉喇嘛 那個時候就有一個改革 但是結果沒有成功 到了就是 所以中國政府要搞民主改革之前 其實達拉喇嘛也提出一系列真正的民主 就是從藏人的角度 因為這裡邊呢 跟達拉喇整個就是 它的成長有關係的 因為它那個在那個 當時在西藏的話 它比如說會聽那個BBC 是一個網民公司的 而且它也會非常關注 甘地的一些東西 而且我們也知道 當時是哈萊爾 我們這邊呢 也跟它介紹去西方一些東西 另外的話 它後來也是旅行了 包括到印度去 也接受印度的民主傳統 尤其跟那個尼赫魯 也建立了非常好的這個關係 尼赫魯對達拉喇嘛 有一種那個施展了 對一些年輕的 一個就是那個幫助的這個 而且把印度的民主也介紹給達拉喇嘛 所以達拉喇其實很早就是有這種 那個民主化的那個思想 就是在推進 包括也是對貴族制的改革 包括那個西藏那個就是政府了 怎麼樣要平民化 以後流亡政府 你可以看到對廢數的貴族制的 然後平民化 然後另外呢 就說那個建立的是 流亡的這個政府的人民議會 然後直接推動了一個民主選舉 那麼最後呢你可以看到 達拉喇走到就是說 政教分離 因為傳統的來說 達拉喇是法王 那麼就是英文裡面就是那個 達拉喇或者是就是那個 或者叫達拉喇是吧 那個就是所以是一個 就是法王 那個神跟那個 那個事實的權力是合在一起的 但是我們看到 過去十年的話 那麼達拉喇不斷的 就是推進民主化 最後呢就是把政治權力 就給放棄掉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已經呢 那個就是五六年呢 都是由施政了 來那個行使這個政治的權力 所以你看就是達拉喇 作為一個是一個政治家了 他其實逐漸地在這個推動西藏人民 流亡政府的這個民主化 要讓人民自己有自由 同時呢就是你看到達拉喇 那個就是說是非常一個理性化的 而且是一個就是一個智者 所以他不斷在流亡社區裡面 比如說教育系統的那個維持和那個建設 所以西藏的流亡社區的教育系統 那麼是得到印度政府的承認 但是質量又不比印度的那個教育性要差 同時也保留了藏人的這個教育 那麼所以這裏面呢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貢獻 另外整個就是對藏傳佛教的這個海外系統的重建 那麼另外對於就是跟國際社會的接觸 海外的那個就是支持藏人的這個國際團體 還有漢人團體等等 所以你看到達拉喇 就是說是一個把全球化的那個就是結構的非常好的 跟藏人的就是這個本土的傳統的 那麼就是現代化過程的全球化過程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中間道路嘛 其實之前剛才復慧一的也講到了 在這裡面有很高的智慧 有很多的政治的這個積累 而且達拉喇嘛 跟全世界有這麼多的領導人 那麼有這麼多的接觸 那麼有聽取各種的就是意見 最後呢積累是這個智慧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如果一看這個的話 我們就會把中間道路就可以想像 它不是一個那個突發奇想的一個任意的一個東西 那麼另外一個就說 為什麼這個目前顯得非常急迫了 就是因為恩貞子呢那個年史也已經越來越 越來越多 之前那個80年史也高 當然那個貞子他那個講到有幾個非常有意思 那個就是修行裡面有一個就是 就是欲加那個修行 就是可以體驗那個死亡那個啊 然後那個那個儀鬼 怎麼樣能夠就是準備以後的就是自己的轉世等等 那麼所以說在西藏的整個宗教文化中了 他對死亡這個事情不是很忌諱的 因為作為我們漢人的話 我們就說哎呀人家活著怎麼談這個事情 但是整個那個你看西藏的死亡書或者西藏生死書 或者就是這個欲加修行裡面的 好多都是對死亡了 作為一個生命的一個基礎 就是我們怎麼樣來能夠過好這個生命 是因為最重要我們是要走向死亡 死亡因為我們要來是怎麼辦 那麼這個轉世我們怎麼能夠就是把握好等等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就可以談的是打烂喇嘛 中的那個轉世問題 那麼涉及到轉世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呢 又有一個很複雜的 就是說中國政府呢 又製造了許多的這個煙幕了 或者混亂了 那麼就是研發轉世了 通通的就是說 我中國政府 我中國共產黨的一個無私人的政黨 我可以一手包辦打烂喇嘛 作為一個就是障礙佛教人一起的轉世 這是它的一個基本的一個結論 它結論怎麼得出來的呢 一個就是轉世制度有一個精品 那個就是之前那個撤遷之類 那麼這個制度呢 是那個就是所謂的乾隆 那個就是一七九幾年 那個九二年吧 提出大概一八零幾年那個實行 到嘉慎的時候一直實行 那麼我就算了一下 從這個實行以後了 其實就三個打烂喇嘛 是抽籤的 那三個根本就沒有 而且就是說在有抽籤的打烂喇嘛 治一下就五十多年 五十大概二三年代 那個沒有轉世打烂喇嘛 你看了 超過一百多年 對 所以就說十三世 十四世 對 那個都是那個 你看這兩個就很長 那麼所以這裡面呢 就說其實什麼轉世 什麼抽籤制度 是一個什麼制度 是一個定規了 這個是完全是荒野的 沒有這個是 第二的話呢 乾隆皇帝當時提出個轉世 其實是面對說 我對黃教的這個復興 對黃教的成績 我作為一個就是 他就是一個恩祖一樣的嘛 因為他也是 其實也是在那個 保護和那個 復興這個 藏傳佛教 那麼他就說 因為藏傳佛教 當時確實有一些 就是隱私舞弊的東西 就是每個那個 櫃子或者想去 吸的社會 把我家的孩子 轉世靈童等等 那當然那個 乾隆皇帝 那個時候 又不像現在 有這麼好監控 所以當然乾隆皇帝說 那我要控制這個 好不能讓你們行使無敵 那最後的話呢 我要來那個保證這個質量 那麼所以這樣的話 在有的情況下 有多個就是靈童的情況下 那麼或者就是說 乾隆皇帝就說 那我要保證 這個的話不能就是 讓一個人 按相操作去決定了 那麼他的目的出發點 是要維持皇教的純潔 要復興 他說得很清楚 我要復興皇教 要讓皇教中心 那今天不一樣 今天中國是說 我要控制這個東西 因為那個就是 這個就是 我有那個主權 或者我有領導權 來控制 這個就是很荒謬 另外第三個 就是說 所謂的就是轉世了 因為中國政府的一個說法 就是轉世了 就是跟西藏的 我剛才講的 落後了又有關係了 轉世就是落後的 你看了 用維吾水的角度 這是非常荒謬的東西 但是其實我在研究一下 轉世的文性 結果發現了 轉世其實是全世界的文化的一個 共同的現象 從古希臘文化到基督教的那個就是 我們看到就是復活 到底是印度教裡面的師弟或者Krishna 他提出他的那個在世 那個來世 那個前世今生等等 那麼和靈魂 永恆等等都連在一起了 所以第二個轉世這個概念 不能說是完全是藏傳佛教的 就是獨有 其實是很多的那個精神文化層面 哲學層面 從那個蘇格拉里 蘇格拉里 在那個最後的那個演說中說 我要離開了 你不要給我傷心 他說你怎麼知道 我去的地方 不比這個精神精神更好 那這就是一個轉世的一個思想 所以我最近讀奧威德的那個就是 應該 Metamorphosis也是翻譯成一個大轉世 你看到一個整個希臘神靈系統的轉世 所以第一個轉世這個 就是要涉及到永恆 涉及到精神層面 涉及到一個 那個是前世 精神和來世 那麼所以這裡面呢 就是我覺得對上傳佛教的轉世 有一種宏觀的把握 有一種精神和哲學層面的把握 另外一個就是轉世 它另外一個層面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個人的轉世 是你個人修行到家了 你轉世 或者有好的轉世 那麼不是說我決定你 誰來決定我下明下面轉世 因為是我跟曾哲有一個對話 因為曾哲說 證券道路很多東西非暴力 我說哎呀真是這個好難 我說這個可能沒有時間能做 可能時間也不會讓我們 這麼耐心去做吧 曾哲說 所以就轉世啊 那麼我說 我說曾哲你肯定有轉世 我說我不知道 我也沒轉世 那麼這轉世是要靠你自己的修行 是你自己激累了很多的 這種就是那個 那個就是 美德啊 修煉啊等等 所以但是中國政府呢 所以說我可以指定轉世 我可以決定誰來轉世 而且轉世呢 一個是個人修行的 當然你要轉世到樂土那個地方去轉世 要轉世到一個吉祥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為什麼就是 達拉喇嘛或者包括班禪那邊 轉世在塔爾市附近呢 那麼因為它是一個吉祥的土地了 那麼你如果就是說你想想 達拉喇嘛是從大陸逃走的 那麼你現在怎麼說我中共可以決定 達拉喇嘛轉世 這個就轉到西藏自治區 拉薩附近 那麼這樣我中國共產黨可以控制 那這不是就是荒謬嗎 所以說另外的話 達拉喇嘛真的講這麼一句話 他說清朝的皇帝 他來關心我們轉世 至少他還是信奉那個就是神領的 他是做一個王室跟那個西藏的宗教 有這個宗教的關係的 所以他來關心 所以達拉喇嘛真的就講了說 你們中國共產黨為什麼不先 把你們毛澤東和鄧小平的轉世給找到了 我想中國共產黨給找到了 習近平就是毛澤東的轉世 但是你說你如果要討論我們的 藏傳佛教的轉世 那你加入我們藏傳佛教系統 那麼這樣來跟我們來討論我們的轉世 所以這裏面就是一個最根本在於 中國政府了 我覺得他就不明白了 就是變了這個轉世系統的 整個的一些理論 和他的一些宗教的傳統 所以他現在就想來把這個給控制 但這裏面有一個根本的問題 根本的問題在於 第一 如果達拉喇嘛的轉世 是由中國政府來控制的話 那麼未來的戰略 我相信基本上是不會承認 任何的中共來確定的轉世靈童 那麼這樣的話 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中共控制一個新的所謂的轉世靈童 但是達拉喇嘛真主要是 這裏面已經把轉世的一切的制度了 當然轉世制度 倒是只有上傳佛教 使用的轉世制度 尋找靈童 對 那麼其他的宗教好像都沒有這樣 那麼 但是達拉喇嘛已經把這個說得很清楚 是一個達拉喇嘛基金會 這邊怎麼樣 而且五大教派 已經就是共同的一個決議 上面來尋找轉世靈童 那麼所以如果中國政府 如果去干預 那麼當然那個就是 我相信達拉喇這邊呢 一定有個自己的一個轉世靈童 那個選道 那麼這樣的話 就會造成新的分裂 其實跟那個就是 破壞整個黃教 破壞整個上傳佛教 其實就是很精神吧 那你就是要造成分裂 你就是要破壞整個轉世的一個制度 另外的話 我相信呢 比如說作為藏人年輕人來說 因為我現在也是在藏人社區裡面 接觸的年輕人 年輕人就講了 就是說如果達拉喇嘛再有生之年了 沒有辦法回到佛達拉宮的話 他們當然是永遠不會原諒那個中國政府 甚至就是 永遠不會原諒我們漢人就是這樣 那麼這裡面呢 確實對 那麼所以這裡面呢 就確實就是我們必須要知道 就是說達拉喇嘛就是流亡了幾十九年了 那麼怎麼樣能夠讓達拉喇嘛 能夠回到就是藏土了 能夠回到就是佛達拉宮了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緊迫的 另外的話當然我也認為 就是達拉喇嘛其中一個中間道 就是一個非常和平的 剛才講到 是出於人權 出於對藏人的生命的一個慈悲 對 慈悲的一個出發點 但是另一方面呢 也是出於對漢人的慈悲 因為作為達拉喇嘛 真的他說 剛才那個佛達拉講的 達拉喇嘛真的有四個定位 是吧 一個作為一個是藏人 當然有關係藏人的自由 一個作為佛教的佛教徒 當然是要對藏傳佛教 那個佛教要那個就是紅牙 另外一個是作為一個世界的 就是一個公民 對這個人類的就是 包括是沒有宗教性的 世俗的那個道德都要做出貢獻 另外一個作為一個是 他認為我是印度之子一樣的 因為是那個 藏傳佛教是拿蘭多傳承的 那麼要復興拿蘭多的 就是這個傳統等等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作為這個角度來出發的話 所以達拉喇真的是超越了 完全是藏人的利益的 他有藏人的這個關懷和訴求 但另一方面呢 有所有眾生的這個關懷和訴求 所以的話呢你可以想一下 這就是我們剛才也說到的自焚 為什麼藏人有152個在中華民族進入自焚 為什麼藏人自焚沒有去殺一個 這裏面就是一個 一個就是說一個反抗的 就是沒有以就是那個漢人為敵 那麼沒有以就是說 這種那個暴力或者血腥 那麼這樣來的一個就是 而是藏人被逼到了絕處 他們要就是捍衛自己的三寶 捍衛佛陀 捍衛就是那個大法 捍衛就是整個就是 他們的飼料的生存 所以我就在這個情況下 作為中國來說的話 作為漢人來說 我覺得我們必須的 就是要意識到 如果我們不能夠 在打打的爭者 這個中華民族 這個情況下 解決這個漢戰關係問題的話 我覺得 中國未來要付出一個很大的代價 而且我相信呢 對於遺憾的和戰鬥來說 我覺得都會是個悲劇 好 非常謝謝 夏教授 好 我補充一點關於短視的問題 就是我前天 就是在大概2009年 或者2008年 我就寄了一篇文章 題目就叫做 達安喇嘛為什麼必須回家 在裏面有一些很實際的現實的考慮 比方說 那個歷代達安喇嘛的零塔 都在布達拉公 如果第14次達安喇嘛 他的零塔不在布達拉公 他家安置在哪裡 他安置在哪裡 哪裡就是未來 藏民族的精神核心所在 他的向心力所在 他的關注力所在 這是一個具體的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常常說 藏傳佛教 嚴格地說 他應該成為佛教裡面的金剛城 金剛城裡面的現在的信徒 已經遠不止六百萬藏人 那麼我們還包括蒙古 蒙古 蒙古還有蘇聯的兩個 前蘇聯的俄國附近的兩個周邊的 那個共和國 然後還有西方 西方社會 台灣 中國大陸 佛教徒 就是藏族 信仰這些佛教金剛城的 以及作為天水達安喇嘛的人數 已經 馬國已經是增加 對 而且呢 遠遠已經超過了 這個六百萬藏人 他現在已經絕對是一千萬計了 那麼 那個 大陸的轉世 fundamental 是一個宗教問題 特別是在2011年 他宣佈那個政治退出以後 他就是一個純粹的增加問題 那麼作為宗教問題的話 他關係到的不僅是六百萬藏人 而關係到所有信奉 佛教金剛城 並且以達安喇嘛為 根本喪失的每一個佛教徒子 那麼 作為佛弟子來講 我們跟隨的是什麼 我們當然跟隨的是我們打施的 我們精神喪失的什麼 我本人作為一位正式歸因的佛教徒 是堅定不一地想服從喪失的 而不是服從任何一個政治勢力的 所以我並不擔心它造成藏人內部社會 或者藏傳佛教的分裂 而是你要面臨的是一個什麼問題 中國政府你可以操作 你可以用你的政治力量 用你的胖子來操作 你將面臨到全世界的各個佛教團體的共同抗議 還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 他不是沒試過 他試過控制的那個藏人 非常好 我們在2012年去藏區 從阿拔到青海去過20多個縣 經過我不計其數的寺院 我們注意到一個現象 我們沒有在一個寺院裡面 見過所謂漢班禪的畫像 就是假班禪 就是假班禪或者漢班禪 就是中國北京政府選任的那個班禪的畫像 我沒有在任何一個寺院裡見到過 每一個寺院我都見到過 就是十四個班禪的他們的畫像 這是一個無聲的宣言 這個宣言是什麼呢 你有指定的我不接受 你可以指定的 但是我不接受 因為佛教徒是不會接受次數力量的 他肯定是跟弘上似的 你可以在那裡安置一個 它只是會給自己帶來無聲無盡的麻煩 然後呢 我完全可以想像 如果現在的第十四個 大安老媽不是在羅文明卡 或者是布達拉宮園起 而是在達文桑拉園起 銀卡建在那裡的話 以後那是一個朝鮮的領域 而如果全世界人 就像現在一樣 全世界人要去朝鮮的時候 我們是去達文桑拉 這是一個非常具體的問題 不是那麼簡單說 你想操控精神力量 就能夠操控 你能操控操作了 以後就一定能夠成功的 你只是給自己帶來 一重又一重又一重的麻煩 好 我補充一下 那個轉系問題 很多人都很感想 但是這是一個很 就像是一個很特別的可夢 但是這裡有幾個 比較重點的事兒 會不會有十五世代代 那尊表的說法已經很清楚了 從六十年代 還有在21年出版的整書裡就說 只要西藏人需要 我將會操控 當西藏人以後 問他們的話 一定一定會有 效果實在 那現在問題是 達人兩人想我是 對於轉世問題的 我不那麼急 但是我不知道 中國政府為什麼離海底 確實說過這樣的話 所以轉世的話 那個 《尊者》第15世达迦喇喇教室 尊者所留下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关系 就是《关于第14达迦喇喇教室》 2011年 大家下手留言提到 这里面就是说 我快要到第14达迦喇喇年龄的时候 我会各相关教派的领导讨论之后 我再做决定今后转世者以什么样的方式会转世人 否则任何政治势力操作的话 你不用去相信任何证实力操作 这个已经说了很久 这个资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关系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 最近几年来 中国政府一直在研究一个问题 就是他所谓的 后达那时期的 西藏行事的研台 他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 但是他能够研究到多少 不知道 所以他心里一直觉得 如果达那浪漫有一天原级 还没有十五世达那浪漫这一档空调级 他认为最能够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就是善人行政中央 这一档空调级 所以他认为善人行政中央 如果达那浪漫原级之后 善人行政中央 会不会继续延续中间到的阵子 或者围套都已经不行 他也研究不出来 果然也无法预测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达那浪漫在自己世界上原级 那必定会有两个大战 北京一定会想 但是其结果对北京造成更大的麻烦 因为他一个无神论者 对于转世有这样的兴趣 他主要的考虑是转世权握在中央权 他不会去考虑转世是否正确 但是藏传佛就信就考虑到转世是不是正确 所以转世的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说 上一世没有完成任务 继续来完成一个小孩就做转世 所以达那浪漫说 今后我的转世一定会在自己世界 那两个达那浪漫对于北京造成更大的麻烦 现在那个北京认定的班城建成老婆 从1995年到现在 95年的5月14号 达赖喇嘛宣布 鼎丁却吻尼玛 却十一世班城之后 他的父母 始终到目前下午 但是他一直想设法 他认定的班城 能进度在国际上提高他的能进度 设法他派到重建的佛教论坛 有一段时间他还设法派到尼泊尔 但是又擔心被別人截走,有很多可能。 所以,他也現在,如果現在的班辰, 也就是北京的班辰, 如果能夠獲得一般西藏人的支持, 跟藏者佛教信仰的支持, 你必須要獲得現在正確的支持。 只是一句話,北京就沒有困難。 所以,這也是今後在雙方談判的過程當中, 如果北京夠善意, 達賴朗瑪可以幫得上忙的一個問題。 所以,現在他很明白, 所以他上次去詹世東部, 傳那個實力金剛大, 在美甲門戶下令, 一定要兩個人去參加這個觀察。 雖然人多,但是這個是製造出來的, 不是自然來人, 所以大家又覺得對他反應。 但是我通常在接受很多藏文明記採訪的時候, 我個人對北京政治的反應, 我對他並沒有反應, 因為他畢竟是一個藏人, 如果他能夠獲得很好的交易, 這也是我需要的。 但是我並不能夠承認他是實施班辰, 這是實施。 所以一般藏人, 據傳說不正式的一句話, 北京政治的班辰, 每次認定之後, 國家很多人接見他, 那江澤民當時北京接見他, 這是有些朋友告訴我們, 沒有辦法用文字來證明。 他們說今後一定要為黨和國家公益。 那當時北京人的班辰怎麼回應? 凡是班辰而得理, 支持的, 我一人支持。 凡是班辰而得理, 反對的, 我一人辦。 很聰明的講話。 班辰而得理就是實施班辰。 所以剛剛那個江林女士談到, 實施班辰的法性都可以掛。 但是北京政治的班辰沒什麼掛。 尊者認定的班辰沒什麼掛。 但是必須要學安掛, 武代行修行。 這等於就是一個, 把一個豬頭掛在清晨時一樣。 大家心裡就不肯接受。 所以第六次西藏工作做到一個重要的詞兒, 是說凝聚人心。 凝聚人心, 意思就是人心散了。 那個人是誰? 是西藏人。 心散了,散到哪裡去? 意思就是說, 沒有相性力。 相性力就在達爾摩上, 不在北京。 所以這些都是今後在達爾摩雲起之後, 北京必須要考慮。 所以轉世問題這個, 你可以, 當然你可以, 也可以選兩個達爾摩雲。 很容易, 只要你一句話, 你可以盡聽拆遷, 什麼都可以。 但是得不到西藏人的戰略狂起, 對北京造成更嚴重。 所以我從我的判斷來看, 他雖然不收, 但是他一直希望達爾摩雲能夠有幾句話。 對北京造成更嚴重。 如果達爾摩雲說, 這個造成是不錯, 你們應該要去一句話。 就像2006年, 在那個龍樹輻射的盛頭, 達爾摩雲在蔣經的時候, 當時來自西藏的最多的人, 大概一萬多米西藏人, 多半都是藏群。 他說, 今後你們回去中國, 不要穿那個有動物皮的衣服。 一句話, 全造, 這個等於是對於環境保護做出了很多東西。 後來在很多文件裡面, 把這個議題跟分裂勢力過在一起。 雖然臨時鬧人, 但是從常人來講, 對中國中國沒有任何問題。 所以處理不當問題, 會產生更多問題。 所以現在, 剛剛我們講到資本, 平均年齡是二十到三十, 這些是沒有見過大家的, 沒有看過五九年之前西藏時候。 所以這就像是, 我一直跟中國朋友講, 現在我們的這些父母已經過去了, 世代在改變, 但是藏人年輕一代, 沒有忘記一九五九年三月, 在那些發生的時候。 但是年輕的中國人, 幾乎沒有關心發生的歷史。 這就是藏人不忘記的這個差別。 所以我跟民運朋友一直在講, 如果您能做的話, 現在把您的任務, 應該就像是把交給您, 下一輩子, 我們的父母一代, 已經走, 但是其上近那個年輕人, 對於向西秘密, 到目前我們一直沒有動作。 所以這就是在民望藏人, 為什麼能夠扮演西藏自由的人, 代言人的交錯,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藏人行政中的公務員, 沒有什麼心主, 他不是為了心事來工作, 他是為了一個民主, 所以這個想法, 我想今後會起到很大的事, 所以轉世這個問題, 北京必須要慎重, 因為這個, 他再怎麼做, 不會有什麼機會。 你看, 達賴喇嘛就是最後一句話, 他說, 如果達賴喇嘛轉世制度必須保留, 並且需要認證第十五是達賴喇嘛靈土的時候, 尋找轉世之重任將有達賴喇嘛感電火葬基金會, 董事會, 即所尊者辦公室才復活, 由他們請示藏仲佛修各教派領修, 以及與歷代達賴喇嘛如影隨行般的互法重擋, 按照歷史傳統尋訪認證, 還有, 我也會留下相關的明確指導文字。 除此之外, 任何政治權威, 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領導人, 因政治需要, 選出所謂達賴喇嘛轉世, 靈統的時候, 誰也不須任何信仰器來動, 切記達賴喇嘛, 非常重要的問題, 這就是一個實經實驗, 其他人一定會準確, 所以, 這一點, 我相信, 非常重要的。 我可以轉世問你這個意思, 我領悟到的佛家演員, 尊者的元祭, 是在黨國盡全公子之後的時候, 所以, 所以, 他就在扣, 我就聯想到一句話, 聯想到一句話, 去年的十二月份, 在菩提家裡, 持命定關大法, 然後三個行政中央, 舉辦一個長壽法會, 請達賴喇嘛長壽, 這些藏人的習慎。 當時幾萬個人, 達賴喇嘛說, 今天你們對我貢獻了長壽法會, 但是我可以說, 我可以活到一百多歲美國, 不止是一兩歲, 那一百多歲還有多少? 今年八十三, 還有多少? 二十多年。 那二十多年的時候, 在中國道路應該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誰也不敢預算。 所以上次司政談過一句話, 共產黨2010年才到一百萬, 但是藏常佛教現在多了? 兩千五百年。 所以這句話不是沒有道理。 那感謝, 共產黨的習近平, 感謝各位, 還有一個補充, 來補充我們這個話題, 將來看一看。 是否真正真正恩? 你說真正恩, 說 докум是非常有意思的。 是太好了,